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秋,刚刚在玩排位的时候,突然之间收到这样的一封邮件,然后就一脸蒙蔽了,接着公屏就炸了 正常情况下,官方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送东西,并且还是一串乱码,虽然只有一百线索是挺少的 不过小秋第一时间就去官方看了一下,发现这样一个信息 收线人,所有人,发线人,位置,内容,待续,下一条线索 嗯,这英文小秋就不读了,大家看着就好了 接着就配了一张图,This Summer 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活动是挺多的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张暑期计划表 发现了没,原来7月11号和7月18号中间还有一段乱码 根据今天这个情况来看,这居然是一个隐藏活动哦 这就厉害了 也就是说,除了这次之外,8月份也还有一次隐藏活动 具体是什么呢,还真的有点让人摸不着 不过先回到这次隐藏活动 图片显示了英文单纸,意思是黑客入侵 并且在5年前还发布了一个倒计时的图片 这次也同样发布了一张倒计时剩下一天的图片 那么明天的7月15会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呢 这点小秋在官博下面,在评论找到了两个答案 一个是大家一直开车的P5联动 想必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P5吧 其实小秋也不知道 不过看完评论后,大家都说P5是女神异论路 这个小秋好像没看过诶 所以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女神异论路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动漫 不过既然是联动的话 那说明肯定会有新皮肤和新地图上显 至少会有一个新的主题 但这些只是猜测而已 而第二个答案就是 纵使说是新赛季要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明天周一的话 肯定要公开新赛季精华的所有信息 其中新求证者大副 大家已经都知道是催眠师 那肯定还会有精华液的纸皮 推理资金的纸皮 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还有其他惊喜呢 这一点到了明天之后 全部都会揭晓 最后回到这一串乱码 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在网上搜索16进制转文本 然后输入这段串码 答案就会揭晓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别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哦 拜拜